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内言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警方长 好 再看十二页讲义 从广州制止道场者 广州制止道场就是过去古法姓寺 就是今天的广孝寺 为什么当时叫制止道场 制止道场是因为在更过去 有求纳拔陀罗叫功德贤祖师 求纳拔陀罗又义云功德贤 功德贤祖师在此地设戒坛 设戒坛 开戒 所以这个制止在哪里说制止 就是在佛制上面说制止 权于佛制 然后止于佛制 为什么说权于佛制 止于佛制 止无二止 全在佛制中止 止无二止 亦要在佛制中止 为什么都说佛制跟佛制 要是念念告诉你 大觉心体当下的制止 所以不论你是受戒 受比丘戒 登坛受聚 或者是受菩萨戒 比丘跟菩萨戒 就是念念要你 圆明如是本庙决心 根本圆明心底 除此之外 绝无二去 绝对没有二止 也没有二止 没有更说于止 所以不论你 不论你去学什么样的绿条 那都是防度你过去 在红尘之中的种种造作 那但要有造作 我所谓的造作就是 你但有造作 就背离决心 通俗造作 决心见前 一些感觉都叫造作 只要你只认造作 就背离决心 你将来要是认得如是决心 一样明白造作 但是明白造作时 那个造作与决心还是二嘛 当然不是二 那不是二时 决心知道造作时 造作时 造作是何 造作就是决心 必定能决的当下 所以决心必定能决的当下 方便说随缘 方便说缘起 就在这个缘起当前 又跟你说信空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是让你明白 那个大决心体的 那个根本不可思议的 无量庄严 那开发之处 那就是整体的华葬世界 我们道场是送华葬 华严经的道场 师父 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 带大家送华严经 但是以华严经为 我们每日修行的根本 宗旨 讲的是内言 那意思就是 你要念你之间 就在如是决心当前 你要开发如是大决的华严 华葬的庄严 所以华葬的庄严 跟你讲 华葬世界史 就是告诉你 决心必定那个随缘的安部 但是整体的随缘安部的 随缘安部的必定 那不就是你大决心体的 一个根本一脉的情境吗 从来没有二法中的情境 所以那个情境 他不爱一切法中法性发挥 所以讲到种种世间的安部 你会发现 决心之中所说的世间安部 那都是一针法界中的 华葬庄严 但是你要忘记了呢 你要忘记那一针呢 你要忘记那个华葬庄严呢 我所谓的忘记就是 你根本不认 那一针之中全然多假 一针之中就流浪于生死 那一针之中流浪于生死 流浪生死都不理一针 但是你因为背离一针故 所以从头从始 从开始你就开始叫什么 叫做可怜可怜 叫做无辜无辜 本来根本都是虚妄 你却在虚妄梦境之中 饱受生死的种种苦楚 那才真叫可怜 所以那个智子叫求拉巴陀罗祖师 在那里开戒场 所以叫智子到场 所以祖师叫功德贤 在波拉密地祖师 吉亮祖师 在当时在法信寺一熟冷言经时 那个时候的六祖 已经到了 是已经到了这个曹西 那个时候应该是叫曹西啊 那个武则天好像正 就是同样的一年 好像正在召祖师六祖去进攻 六祖就回血一抱病回绝 也是好像就在同样那一年 那我要讲的那个意思就是 那明明名字叫做法信寺 那为什么在易经之时 却直指制止道场 他却不说法信寺 那时候已经明明都叫法信寺 为什么却在易经之时 那留下的名字却是制止道场 那个就是告诉你 那个吉亮 那个心性中的吉亮 他在哪里能够一如是根本 内言经中开智慧的文字 那就是在你念念一如是佛制 念念一如是佛指之中 那个智指心中的道场里面 你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大佛顶 守内言经 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什么叫 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如果你不是一如是法 你不一如是像 你根本译不出如是文字 我说译不出如是文字就是 你心里面永远不能够通笑如是文字 就算祖师把这个文字已然译出 但译出的文字在你眼前 你根本不能够从祖师的所译 你能够在心中 更能够因祖师义故 能够真正通笑于心 不能通笑于心 你还是违背 辜负祖师 辜负义师 辜负义师 所以既然是法性寺 今天就叫光孝寺 这名字有的时候讲起来 从过去古时候的名字 跟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姻缘当前 我们提领导的名字 你会发现他就有什么 就有这个叫你归家的知指 那个指头 叫你归家道路知指就在期前 同样同一个地方叫法性寺 念念叫你明白法性 但明白法性时 就是念念要你真正知道 你念念一如是智一如是指时 但是今天为什么叫光孝 你明白如是时 就是念念一如是法 如是孝顺当下 就开始顺如是法中当下 绝无二致 也绝无二法 那就是如此 念念存如是法 念念从如是智 那叫光孝寺 那就是光孝寺 所以过去的法性寺 现在的光孝寺 你不觉得在祖师的道场里面 尤其是那是中国佛教禅宗 在那边风动翻动的那个根本的中门发源地 他却为什么今天叫光孝 过去叫法性 这里面都有体力 都有不断的在你心情之中 告诉你的心里明白下手的标志 告诉你该怎么修 同样都在那边 以祖师心里面能够明白那个道场的庄严 就看你心里面的庄严 所以既然如是 似叫制止 又叫法性 那讲广州二字 就不能依真正众生勤想的地名 只是为如是皆是而已 勤想的地名 你将来会发现 他跟你心情之中的体力称量是绝对相应 所以在法性是 在光孝 那个制止道场前 那个广州的两个字是在哪里说的 广州的广 广以制变 周以临川 周是临川 你看那个周的中国字 说文啊 讲那个周字 它就是两个川合在一起 两个川并川 叫虫川 就叫做周 那个三个点 其实它也是个川 两个川擦在一块 叫川流 重川 重 重复 两个川 重川者周 所以周一定是什么 周一定是 叫周者一定是临江 旁边围绕的江水 临江 所以周者临川 他已经临着川江 江川 所以周者临川 但是这个川字就叫什么 你要是明白川 两个重川是 川队 以对川流 就是明白那两个川对时 就以对川流 对着如是川流 你明白的是什么 明白是必进入海 你毕竟知道 广东再下去 就准备入海 就必进入海 你要看到什么的川流 看到你那些质变 那个川流 质变在哪里说的质变 质变在现在的川流中 说的质变 你念念之间 倒以川流 川流在哪里 川不就是现在你的一切感受当前吗 你在一切感受当前 你安住其中 安住其中就是周 安住在川流当中就是周 你的念念注意如是广州 就是你念念心底发心的那一年 你住在广州的那一年时 你面对的就是制止道场 他不叫寺 他叫制止道场 制止道场 那是你真的道场 那个制止道场在哪里说的 当时就叫法姓 制止就在法姓氏说的 法制止 虽然告诉你有求那拔陀罗祖师 给你开戒谈在此处 戒谈的目的就是告诉你 那是行者直接投入的担当 身心深入的担当 担当什么 你以为担当只是受戒吗 受那些戒条吗 那些戒条不过就是 约束你现前不犯的行为 不犯的目的是在哪里 不犯的目的是你 你再也不甘心 再也不肯为一犯于大决 只要你不是这样子 你再说的持戒 那都叫小小戒 全叫小小戒 所以小小戒当什么 你要明白是决心 因为决心本来无犯顾 弟子怎么还在 眼前的不管 眼耳鼻舌生意 种种人我对待 照做当下 我还执以为 现前的执寿 还在那边斤斤计较 所以心生惭愧 所以我再也不犯 但这个不犯 他是认识那个诀 绝对不是用人天持戒的方法 同样持一条戒 他只是约束如是的行为 束身绑着身体 以为叫亲近 只是看着身体 不是看着心 同样持一条戒 他叫小小戒 这条戒同样持 你要持的亲近 他不会说你要不持小小戒 你就不持亲近 你会比持小小戒的更违系 因为什么 你绝对不会违反自己的决民心地 绝对不允许 还有一点玷污 什么叫玷污 你就不认如是决民 因为不认如是决民 你才会在眼前在造作 才认眼前造作 所以那个时候持戒是什么 那个持戒是必净正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有的人不畏持戒 做了持得亲近人天福报 有的人若是发菩提心持戒 同样一条戒 并正菩提 因为每个行为之中 他规律的就是念念不违背什么 不违背如是法性 不违背如是法性 念念在法性之中的治理 那就是你现前的制止道场 那就是你的制止道场 所以光那个名字你会发现 他为什么当时就不计法性寺就好 可是六祖在之前 柏拉密地祖师吉浪祖师去的时候 到了光孝寺 在那边说风动翻动的时候 历史记载都是光孝寺 可却当波拉密地吉浪祖师 去那边易经的时候 这易经当下他记录的是制止道场 一定在文字之中 有种种教授的因缘 有教授的因缘 所以周以临川 至以正宴 念念之间 念念去查明 至就念念查明 念念去成就 念念心中 如刻印一般 念念印明 念念印证 念念印证 那叫做正宴 那叫正宴 质疑什么 正安 质疑什么叫正安 不是你质疑你心性 你现在以为的正安 只是指在你一心之中的根本正安 那不是你刻意用语言造作的正安 假如你还用语言造作的正安 都不属正安 你突然发现 你现在好像 修得货得打坐参禅 觉得现在很清安 你马上要生警惕心 觉得清安者谁 那过去的生死魔王 就化现清安在你眼前 就让你一念之中执着清安 你执着那个清安的业力 跟你过去流浪生死的业力 平等平等 为什么 还是多于感觉 就是不认于觉 只要你认识觉时 你要是将来慢慢体会那个觉心时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你们只要慢慢体会觉心时 还真的就是如观音菩萨元通章讲的 出于闻中入流亡索 因为你常常在闻 那突然你会发现 那还是在索闻之中做的闻 不是吗 全部都不必索闻了 就全身是闻 所指指着全身是有作文 为什么会如此 这个现在讲你就知道 新手就是如此 因为身有离开过闻吗 没有闻哪有身呢 身他自己不能够知道身 因闻他才能够立种种身 但虽然说闻也不自闻 因身才能说闻 但是要从闻中才能立身的名字 你根本没有闻 我跟你立什么身 只是因为必定性中 在决心之中 必定能成就闻性骨 所以他就有身 他就有身骨 所以众生却在这个上面 就是令人经讲的 所记妄立 身如妄能 你再说的那个闻是妄能 但是我说的是那个 他必定能闻 所以一定有身 但是身中 你是不是感觉到 他有个闻 身如妄能 最强的你会发现 你就是在感受之中 在一切法中 眼睛见色 耳朵闻身 其实你会念念之间 体会到那个决心的亲近 你能够体会到 一点决心的亲近 你就真正知道 那个正安是什么了 学心的亲近 不是在感受以外 有个亲近 也不是没有了感受 以后有个亲近 所以也不是一般 一般凡夫讲 一般外道讲 把妄恋灭掉 你觉得亲近 你怎么灭 你告诉我怎么灭 你妄恋你怎么灭 你说我真的灭掉 灭掉那个不是妄恋 长爪犯智 在佛陀之前 告诉他 我依法不受 佛只要问他 那若是依法 如今受佛 就你依法不受的 那依法你受佛 所以长爪犯智就知道 为什么叫长爪犯智 原来那个爪子还在 你还在抓 这叫长爪犯智 你没看到你心心 那个长爪吗 真正修行的时候 你要去自己反观 自己不断地间谍 你那个长爪在哪里 你还在那边 用种种意念说 我得到清安 你要是真正知道绝 觉得清安跟觉得不清安 都是绝 你会觉得突然在念头之中 虽然念头之中说 我得到清安时 你那个决心会 住在这一句念头 我得到清安 还在那边 还在造作吗 不可能吗 你知道那就是绝 甚至于你在心里面 清静时 我这个所谓的清静时 你还没有正到 但是因为天天参这个决心 心中就会慢慢慢慢发现 感受就不是过去那么强烈 感受不是那么强烈 不是没有强烈的感受 这句话你要听清楚 强烈感受 一样在眼前 突然有一天看到别人讲经 像以前我也一样 看到别人讲经 看到别人说法 心中会起贡高 会起贡高响 但是你贡高一起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觉得贡高者谁 我不是在贡高上灭贡高的 我就如是贡高知道觉得者谁 所以贡高的念头起来 你也不会沦落贡高 任何感受 任何业障 就任他起 他就任他灭 我说的任他起 任他灭 不是你可以认的 你要不去体会决体 你怎么任他起 怎么任他灭 主是讲的是 任他起 任他灭 是跟一个参决心的人说的 他不是跟一个 从来不在心上体会的妄想凡夫 还用那种勤想禁忌 种种妄力 在那边说 任他起 任他灭 那是决然不同的下手的地方 我跟你讲 任他起 任他灭 那这里面一点动作都没有 为什么 你参的还是绝 讲你说 任他起 任他面是有动作的 是有一些什么 心里面的一些行为的 那都不是 那全都不是 那谁能够体会 你要在决心上熟悉 你就能体会 那熟悉到这个都还不叫开悟 但是一个出家人 一个像佛道的行者 一个佛门弟子 却这点道理都不知道 只拿今天学佛的道理 只是对应过去红尘之中的种种世间之鉴 不是可怜吗 不是可怜吗 就是念佛了 都落魔道 全落魔道 你说真的有吗 当然有 现在看不都是落魔道 在那边忘记到底是他力还是自力 你就在那边真到最后有什么意思吗 他力自力 你怎么念佛念到最后 你还在那边变他力自力呢 你要是真正明白决心时 你不要说你懂得如是决心的道理 你要是真正用到诚心 你真正因地心中发心弱势赤诚时 你念佛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是我讲的 你念大山大山应该都活在你心中嘛 你突然就会知道 原来那句南无阿弥陀佛 开显的是我心性中什么样的智慧 开显是我心性中念念该如何面对 无量身无量光的如实的方向 为什么 因为你真正是用诚心念佛 那个念佛之中就一绝应绝故 因为你诚心故法中自有接引的作用故 你一定知道 那你怎么念那么久 你还在那边变自力他力 你怎么还在变这个呢 所以一听到你在变自力他力 我就知道你在哪里 你用什么心 我们这只是 我们都还博地凡夫 但毕竟是出家人 就知道你还在忘心 自力他力 你告诉我自力他力 全帐佛力自力他力 你要是明白决心之时 自力就能够依他 依他就是自力 都是佛力不是吗 自力他力 所以你要不懂如实决心 所以念佛在那边 不过都启成种种妄知 都启成妄知 所以广州制止道常者 所以这个就是表示什么 不一决心就是不知道制止 不一道制止 你怎么能够去体会大佛定 如来密音 修正了异 诸菩萨万恨 手令严禁 如是精体 你怎么能够去体力 虽然看到真心的真感 念念就在如实心性之中的制止 那个是以广州的名字 你能看到你真正那种制广 那种制变 那种根本林的种种 夜感川流 当下驾着夜感川流 我奔流入智慧大海 任其奔流 那就是广州制止道常 制止道常 所以道常者共佛结坛 知心无为事 道常者在那里 就是共佛的地方 结坛的地方 共佛结坛 师父就故意用这么简单的文字 但是我确要你们将来用的是 念念之间 你刻印在心 共佛 你有念念共佛吗 你念要是不违背佛 叫共佛 普贤十大愿望 一者 礼敬诸佛 第一个就叫你礼敬诸佛 什么叫礼敬诸佛 礼者是开示的是一个礼 那个礼字也可以称体 但是多半是礼 就表示你要明白如实 现前的一切规律 现前的一切 依此行为 准则 敬则是什么 敬则是心里面 念念诚挚挚挚 念念不苟 诸佛什么意思 每一个感受 现前你都要知道 都是决心吗 一者礼敬诸佛 你都在一些感受之中 都明白是决心 你就能够二者称赞如来 因为都明白是决心 所以就知道 为什么黑来现黑 白来现白 过去黑来现黑 白来现白是凡击 现在黑来现黑 白来现白 哪一个放眼望去 不是如来 那叫称赞 所以你要真正礼敬诸佛 你下一步 你自然心中 自然能起称赞 称者是念念相称 念念与其相称 赞者赞扬 念念能够心中 能够发扬 于是乎你念念之间 就是在这边如是行持 你从来没有依法 不是如是行持 你不单是礼敬 还是称赞 你天天如是供养 那是心性 就是如是来的 那叫做什么 大悦 那叫原心 你要是第一个礼敬 你不知道 下面你全部都不要讲 下面你根本心里面 成就不了 不然你一天到晚念十大用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摘虎业障 五者随喜功德 有用吗 你在那边不在干嘛 称赞如来 你称了多少年了 我们也称多少年了 称呢 那怎么称呢 入广州制止道场 看到你心性之中 那个制止 所以那个叫做真什么 叫供佛 入那个广州制止道场 念念之间就是如是供 念念如是礼敬 叫做供 那你说师父 你讲这个好像如是礼敬 怎么下手 再问下手 就是辜负 每个感受上面 你只要多一句 觉得者谁 你就开始礼敬诸佛了 你知道不 你觉得者谁 只是方便说这四个字 这目的就是告诉你 念念不要忘记 你决心在哪里 他不是让你在这儿 去找一个决得者谁 这提醒你决心可在 谁是决心 在感受上是决心吗 你感受有决心吗 不知道感受是决心吗 你现在感受 这是抓的感受 是决心吗 你心中就会 岂如是问吗 就是华音经中 你看到那个菩萨行行 这个真正真正在 精进知识 他还能够什么 还能够匀心 二百问 对吧 你要能够问 你心中又会起成如是问呢 你怎么不会起成如是问呢 那是真叫做什么 真叫解谈 那是真解谈 那是真供佛 真解谈 执心无为 就是这连心 没有二心 叫执心无为 所以执心无为 就要看你们发五发心 你要是说今天听完了 明天在每个感受之中 你说我师父好像没有办法 在每个感觉里面都体会一下 你觉得这是谁 当然 当然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们都是从那种过去凡夫的境界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你哪能每个念头都能够这样子观得 我们现在到现在 我出家三十几年都还不见得 每天都每个念头都当情精进 可是你习惯以后 之后你会马上就会安住在 那个不叫观心 就是能够知道在一些感觉之中 你是用后面的明星看感觉的 后面的明星不是真有个前后 但是你知道有一个明星 那你要跟你说前后就不是前后 但是你在修行时 你能够分清楚前后 但是跟你说前后 你抓到前后就不是前后了 那根本就你就在二心了 但是你修行之事 你用到它时 你分得清楚前后 所以叫做前面民即众生 后面物即佛 但是这是异性 这是跟行者说他才能懂 他不是众生望歇手前念后念 他真的以为有两种念 不是 每个念的当下就知道前后 每个念的当下就知道前后 就是那一念 你习惯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那你要是今天连一念都没有 你要惭愧嘛 你就惭愧惭愧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念能够回望 觉得这是谁 体会下去 对吧 甚至于在每个感受之中 体会觉得这是谁 每个比如说你做工作 切菜的时候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这样切 觉得这是谁 那么感受清清楚楚 就从感受清清楚楚楚 就从这有寻有四处 就从你明明之寥寥净楚 你将来突然发现 你就会慢慢慢慢 你会住在第一个 那个明白的心 看你现在所明的境界 你的心中已经有一点懂得处理了 因为你不懂得又明白的心 那个儒家讲的赞明明德 你知道吗 那要怎么样去修 如果是赞明明德 那才真修行吗 你不要老师只是 坐在感受的最过少 所以那叫执行 那是真正执行 当下要下手 当下天天要提醒 你只要有一今天开始 提醒一个念头 明天开始有两个念头 过天三天四个念头 久久之你就习惯了 你就会习惯了 你就天天叫做提醒 天天就叫礼尽诸佛 天天就叫称赞如来 你就习惯了 所以有道场者曼陀罗也 曼陀罗上面上次跟大家讲过了 叫曼陀罗 为法轮元句 法轮元句 本来这个轮字 我是想要在后面 但是今年是讲不到了 我看怎么样讲也讲不到 那个后面 那个叫做米切世家 米切世家 是下面这个义语的祖师 博拉密尼叫义诸 米切世家叫义语 怀疑敌祖师叫正义 叫正义 这里面就是体相用 都排得多好 防荣呢 防荣就真俗共济 避济 所以叫笔寿 笔寿 什么叫笔寿 这个将来会讲到的 什么叫笔寿 为什么说他是笔寿 他不见得是论字 他是笔寿 笔寿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像我们在学书法一样 是不是要灵铁 对吧 都要灵铁吧 你明白体相用的时候 你一定要什么 你要看到你那个心中在书 在哪里叫书 每个感受都在书 你就在书上 念笔寿 念念灵铁 灵魔 所以前面三个祖师 就是这样排列 这部经中就才有这种排列 叫开智慧的论言 体相用 意语出为体 意语为相 正义为用 所以后面呢 都是体相用 知道了 那现在呢 当局 当局者谁 造荣 那跟谜切释迦 刚好讲到谜切释迦 这祖师的时候 他就讲到谜切 谜切 你看到在华言经中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他是第四位 然后讲 这个 得云比丘 海云比丘 善助比丘 三位 再讲到谜切 前面是比丘 比丘 比丘 讲到谜切 人也 就是人 体相用完 就是谜切者谁 人也 当然在其他的这个意识之中 讲他是医师 讲他是大事 但是我们常读的八十华言里面 他就是人也 人就是什么 当人 当机 你要知道一切法 体相当于当机者人 他叫做谜切 所以当机者人 谜切就是什么 他就能够安部 他就能够安部 谜者骗部意 且者就是什么 且者是入人 入家行意 所以从人从家 所以谜切 当时讲的是什么 轮字法门 华言经 五十三餐 你们去看 之前看 轮字法门 但今天不是讲到谜切 还没讲到那么远 所以 明年才讲得到 再下去就过年了 但是今天刚刚讲到法轮巨族 师父就跟大家 先把轮字法轮 我觉得轮字法轮 很重要 不但是跟你讲 曼陀罗的轮字 也要跟你讲 谜切 世家之时 师父也会再跟你提一次 轮字法门 这个是大般若波罗密多 经中 般若波罗密多 经中处的 十四尊 你看到那个 那个怎么 福财 十四尊 父一切 无稀论法 如来之相 为诸菩萨 宣说般若波罗密多 甚深离去 轮字法门 无稀论法 如来之相 无稀论法 如来之相在哪里 就是制止道场 如来之相在哪里 就是广州制止道场 一定就在如是决心之中制止 那如来之相就是广州 他就是能够什么 启程质变 叫如来 启程临川 他就是如来 他能够 站在一界感受 川流之中 他就是安住于此 于私 所以叫真安 真安于万化之中 真安于一切感受 奔腾之处 那就是你明白 那个下手处 你就是懂得 在感受之中 逆逆回头 你习惯时 就是逆逆回头 所以叫如来之相 为诸菩萨 宣说般若 波罗密多 那是大智慧的道彼岸 你看的是感受 是吧 你现在指的是感受 你将来真的是决心 知道吗 决心不可见 但你指的感受 你将来指的是 真的是决心 是不是要道彼岸 此中的彼岸 不跟你立此岸 不跟你立中流 明白它就是彼岸 就到彼岸 你将来说决心 决心在哪里 感受就是道彼岸 那这就叫打彼岸 那是什么彼岸 那是大智慧 道彼岸 这双眼睛在眼 叫剑 你指的剑 是有明白于色 指的剑 你要看的是色 你指的色 你明白的是剑 不然剑在哪里 指色就是 色在哪里 你看到哪里 就见到哪里 不就是色吗 觉在哪里 不知道感觉是 感觉之上的 但就是什么 就是念念之间 你行者在那边 那前进不断的 轮转之处 那个轮子 从一个车 车是运载一 所以如同我们讲 大胜小胜 车是运载一 旁边那个轮 那个轮就是 那个轮就是 次序规矩 次序跟规矩 甚至加一个人 就是什么 伦理 你念念就要在什么 在法中的次序之中 在法身的条理上面 你念念运转 叫做伦 那你有看到 决心的轮动之下吗 有 天天可以看到 决心里面 你也念之间 你行者的成就 但是这个轮动 是真正过去众生 以为真有如是动向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当然不是 因为我在觉得感觉时 我觉得有动时 绝对不是动 对不对 绝对不是动 所以我不是真的有动 但是我念念习惯于 念念去明白 如是觉体时 你不能说他没动 他真正能震 他真正有 心中会有所震 真正能够转弯入胜 但是这个动 是在那个动中成就的吗 这个动不露 一切世间尘埃 这个动不露 一切世间语言 世间语言都不是 为什么不是 因为你说我有动吗 觉得动都知道 觉得动者谁 我不是在动与不动上来说动 但是心觉性一定明白 一切动 但是你在这边参食 你心中不就在托凡入胜吗 托俗入胜 没动吗 所以一切名字本来没有障碍 那终身不了 实性本来空固 所以你在运行之时 全度有为 全度有为 所以今天就跟你讲 无锡论法 就不是那种锡论 为助菩萨宣说 般若波罗密度 圣身理去 轮自法门 所以他就不是你过去那种思想分别 那是念念你在绝体上面 你能够老老实实直下担当 觉得者谁 觉得动 觉得动者谁 觉得一切 觉得者谁 这才叫做 离去 轮自法 圣身离去 所以在那里才 为一切法空 无自信骨 决心看到一切法空 那当然一切法空 虽然讲说 那个空自从棉 从八从宫 你会看到那个体降之中 你会决心 他一定随缘之时 他就会照着那个缘 所以他就能够起承 八式起承八方 然后成就现前所做 臣所做 那个宫 工作的宫 臣其所做 但是那是法中的 那是绝嘛 绝中现绝中如是嘛 所以才有如是法 才说如是法 那法说成的信 方便说绝在现绝 有法有信 但其实有法有信 通体是绝 就像我跟你讲的 绝的动都是绝 但是绝的动都是绝石 你一定要明白那个动啊 你是知道他是绝石而已啊 你是知道他是绝 你不落那个动 但你不明白 那个像有动吗 但是像有动如何呢 空意嘛 你无自信物 那个法都是空啊 我现在教你听得出来吗 师父已经讲到这么多挤了 这么多堂了 还听不出来吗 你听不出来 慢慢听 一切法无相 离众相无 一切法放 是什么相 法能法一切 它是什么相 法在黑时 你可以说 它是法 它是黑 你法在白时 它是白 虽然你后面成就 什么黑法白法 黑法白法 不能离开 先前能法黑 法白那个法 要是没有能法黑 没法白那个法 你后面哪里能成立黑法白法 所以你能成立黑法白法的 那个法 它从来也不是像 它是哪个 它是黑 它是白 因为它不是像 不才会让你 真的在后面 以为有个黑的法 有个白的法 没有如是法一切的法 你哪里会现在看到一切法 所以叫法门法 无法 无法 法一法 所以它就是成就一切法 它是无法 这句话 你又是听懂识 今复无法识 法法 合成法 那法法 合成法 你不要只是担当合成法 你要前面去担当法法 你再说合成法 那这些 你就会发现 过去讲这些字 你过去在这些字 绕不出来 现在你知道它在当里吗 它就能跟你讲决心 认知 如是决心 叫做无虚论法 如来之相 它就认识决心嘛 所以 内言经中的真心 就是让你破 一切心 就真是决心 你干嘛 在心里面 决中 心中在忘分 是心佛 那不是心佛 你绝的一切 绝是绝非 都是心 知道吧 那个就是什么 就是让你最后那点无名 你就懂得圆融 不然你还要回家 只是向道之处 还在那里 忘分是心 不是心 是觉 不是觉 所以就在忘分是心 不是心 是觉 不是觉 才会什么 才会忘起种种 化成 才会忘起种种 小教 那种 发心 所以 一切法 无相 利益 众相 故 一切法 无怨 无所怨 故 你法中 就是觉心中来 你和他所怨 怨是什么 他有什么力量 他有什么作用 他在他身上 在讲什么 原心吗 怨 要是用这个 繁体字叫做 圆跟叶 他就投手 还在他身上 找投手吗 在 其实那个也不叫 简体字 从圆从心 也不叫简体字 或者古字也用 只是现在的简体字 常用一些 比较简单的字 但是这个语言 绝对不是 现在立位的简体字 那当然 根本 更不会是现在 内地菩萨们 常习惯用的简化字 那就更改变 更多了 但是 学佛的人 我还是鼓励你 多去体会 凡体字 那不叫凡 那真的不叫凡 过去我们可能会简单 故意再跟他立个繁体 那就叫政治 就是政治 正体字 就是正体字 因为你不能辜负我们中华民族的所有些祖先 过去的智慧的 那种传承 不能辜负这种传承 所以 这叫正体字 所以 你要看 无悦 无所 一切法无悦 无所悦 决心在现前说 仿佛好像黑来 他能够成就一切黑 他有他所悦 原心根本无所悦 但是原心无所悦 是他献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好像一道明光 一道 决心之中的力量 好像就成就种种黑 好像就有所悦 就有悦力在其中 是不是就有悦力 那能现那个悦力 这是什么 又就是觉 那意思就告诉你 决心觉得空 其实就是觉 决心觉得无相 无相是觉 决心觉得无悦 无悦也是觉 在无悦之中 你为什么要说无悦呢 因为决心能现一切悦 所以说无悦 决心能现一切相 所以跟你说无相 不就是如此吗 目的就是跟你什么 跟你破 力 力破 就是原容易行 最讲的无愿故 无所愿故 但是现在跟你讲无所愿 你不会像过去 你体会的无所愿 根本听不清楚 为什么无所愿 现在跟你讲无所愿 你会发现 你在明白决心 决心现前时 好像那个力量 就有那种担当成就 那个力量 就是担当成就 不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愿力吗 但是那个愿力 现前时 他那种担当成就时 他是真的有那个愿力吗 不是 但是决心现绝时 似乎就有那种作用 但能现那种作用 还是全体视觉嘛 那就根本不落在 那种作用的 有违的造作上面 只是信中必定 如是能成就而 所以信中必定 能如是成就而 你何必还要在那边 妄想造作 还有一个愿呢 但你分别妄想 还在作词 真有如是造作之时 就是什么 就是开始背离决体式 就是开始背离决体式 所以我们讲的空无相无愿 是在这里体会 你知道吗 你要发进大愿 大愿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达到根本决心的根本 要做成佛的大愿 因为知道是成佛的大愿 所以在决心体会 要发成佛的大愿 就是要正得将来空无相无愿 为什么正得空无相无愿 过去你听到这个就是 奇怪 这声音就矛盾 正得空无相无愿的意思 就是你能圆明心体 就是一体圆明 就是空无相无愿 觉得有愿都是绝 绝不必更说有愿 就是无愿 你都能够明了 但是无愿中你明了那个作用啊 所以他能够讲进华藏世界 一切菩萨历节发心 那不都是愿吗 发心者愿也 但是讲进历节发心 却照你一起承受 义真法界 不是告诉你无愿吗 所以讲无愿时 不是告诉你断绵 讲无愿时 你才能担当一切决心的 开幕安部 那叫目立四方 那是内言 所以一切法无愿 一切法远离无所着顾 一切法远离根本无所着 你觉得有黑 有白 黑白都 先不要讲是在黑白之中 那一切法 是黑是白 他根本不知道 黑根本不知道黑 黑也不知道白 他灼了谁 他灼了谁了 那你说我有灼 你说我灼心献金 灼心献金 那个也是感觉 他灼的谁 你觉得灼心 在内言经里面 阿难尊者就有真心之中就讲到无拙 无拙应该如同龟毛兔角 你还在那边无拙 有拙无拙 那龟毛兔角意思告诉你 你要明白决心 你要不明白决心 跟你说有拙无拙 你说无拙都是多余 你只要说无拙 我现在无拙 无拙都是不明决心 不能讲那无拙 你要知道决的无拙是绝 那决的拙也是拙 那你为什么不敢担当说拙呢 但我说的意思 不是像一般现在的狂人 敢担当说拙 所以他就一天到晚 敢造劲坏事 淫乱喝酒吃肉 不是那种拙 我说你怎么不敢担当拙呢 就是不敢倒架辞航呢 你要担当一切着实 能当倒架辞航时事 心里面根本没有半点需求 不可能在上面有半点造作 那才叫倒架 那才叫辞航啊 辞航是什么 你要都知道 那其实全然是心 辞者资心也 全部都是心 不但资心是全然是心 资心还能够一而发心 一而照见心嘛 你就类似什么 类似你明白静体时 你站 这是批语啊 你们自己慢慢体会 你明白静体时 站在静体的角度 在看静色 那是倒架 过去的静色 不管它现在什么是 是好是坏 种种静色 你都知道 原来都是一体静体 清静而已 你看那是静色 所以你现在静色 你不必坏它 再还它清静嘛 这个还它清静 就如是像还它清静 是让你在决心中明白的 直下真的如是决体 这就是前几堂课 跟大家讲的 以什么身得度 极限其身 而为说法 立其成就 你谁有这种方法 你明白决心才有 你说明白决心 你是要度众生 我没想到那么狂妄 我们还没有办法 想到你以为的那种 现什么神通 那种 用世间那种 你感觉那种 诸佛菩萨大力 救度众生 我讲的不是这个 我讲的是 你能不能应用到 当然 感受现前 恶劣的感受 恐惧的感受 你明白感受是 因为你在掺的 就是同体相 你根本不必 不必去避开感受 你也不必 更多身一面 去解释恐惧 你也不必 在身一面 是不同于恐惧 你就是看到恐惧 你那个决心 明白恐惧时 那个决心就是恐惧生 当你那个决心 是恐惧生时 你知道是决心 现在的恐惧生 那个恐惧就回到决心 你行吗 听懂吗 听不懂 但因为你没有参加过 你现在看到感受 知道那就是决 看到感受 知道是决 感受就是决 就是当下令其成就 阴隐和声 就令其成就 那这里面是什么 这是大悲同体 那你说 将来你要是正德 要是正德 那我们还没正德 将来要正德 当然我相信了 只要众生看到你 就类似我们现在看到 观音菩萨的真正的圣像 想我是真的发了菩提心的人 看到那个圣像 那一念它不过只是图画而已 我一念当下 我就能够潜移默化 转领繁心 信吗 我只看他身像 那个身像是什么 那个身像我看到的时候 还是我的凡身 可是我的凡身看到大悲时 我的凡身就慢慢在转了 不同样的意思吗 只能颠倒过 站在不同的角度在说 不就是阴影和声吗 我有变什么身吗 我还是有这个身 我还是在哪里 还是我习惯的 婴儿鼻舌身意 如是身 那都是在其心中讲 那个都不是讲玄 全都不是讲玄 佛门之中 所有的一切文字 全部不讲玄 那是真实于 你只要知道决心 当下就是如是修 它也不是幻力 也不是怪力 就是如此 就是如此 一切法极尽 永极灭固 我上次给大家讲的 风动翻动 你大概都知道这个意思了 一切法无常 信常无故 一切法无常 信常无故 那个讲到无常 不在那个无常 那些上面说无常 它是根本无那个常性 所以根本无那个常性 所以它信根本常无 那法中的信 法门法无法 你在法中说信 是决心赋予一切法 有法性 才有法性 决心赋予法顾 因为决顾 所以方便说 因决顾说法 因法顾知道有决心 因决心顾 所以知道有法性 那全体 说法说绝 全然是绝 是九十六年佛子 所以它信常无故 那哪有那些信 它根本不是真正有个信 是因为绝 这个些叫做无戏论法 如来之相 就是让你 不是在跟你拆解文字 不是在叫你去另外去思维 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而是告诉你 你要念你之间 在一些法中 明白那就是如来之相 你再也不要再去妄加几世 在外面世界感受之中 还在那边寻觅 那都叫戏论 那全属戏论 信常无故 一切法无乐 非可乐不 一切法无乐 你不要说那个喜怒哀乐的乐 我说那些乐变化 喜怒哀乐都是信中那种乐 所以到了欲界就乐变化 就是那诚性 诚 狂诚其性 就是随缘变化 那就乐变化 就一直在那种乐中 那个时候乐就是诚其性 那种诚 那有乐吗 事实上就是决心随缘而已 决心随缘 看错了 你就认为是诚 整个诚中 不就是决心来的 决心随缘的时候 你就觉得乐变化 因为整体决心就在变化中 你就以为乐变化 就是整体 就好像你看到 那个乐变化之中 那个乐性 盎然 我觉得你不知道 那个乐性 盎然也是绝吗 你明白是绝食 一体全兽 一体全兽 但我说的全兽 不知道那个象 其象 其性还在 象性如何 不过绝而 那人为何有象性 法而如是 就是如此 就是如此 所以我怕讲不完 你快一点 一切法 无我不知在故 一切法 无尽离尽将故 一切法 不可得 推其其性 不可得故 一切法 不思议 思议其性 无所有故 一切法 谁思议 法中 看法 不知道思议 你不能拿法 做思议 能令一切法中 有思议的是 决体 要是不是 那个大决心体 那不是那个 如来万德庄严 你在法中 那里可以成就 种种思议 所以说一切法 一切法不思议 思议其性 无所有故 一切法无所有 中原和和甲 失射故 一切法无戏论 本性空极 离言说故 一切法 哪有戏论 本性空极 现在知道 本性空极了吧 你要过去 说一切法 说本性空极 你都不知道 如何本性空极 你要知道 决体就是空极 因为他根本 没有决 他哪能够立一切法 就类似于那个翻动 他没有封他 哪能动 翻根本不自动 虽然用这种批语 不是很好 因为你还看到一个翻 但是你现在说的 一切法不是猫 一切法 它根本不能留有法 它不能起身法法 等法一切法的 那根本是什么 它根本就是决心 你不是剁在法中 还真有个法中 所谓的法法 所以叫做 无所有 这个离言 这个本性 一切法无戏论 本性空极离言说故 一切法本性尽 甚深般若 波罗蜜多 本性尽故 一切法本性尽 他刚刚不讲无性吗 现在为什么叫本性尽 那是因为智慧情尽故 所以一切法情尽 一切法现前 不管现黑现白 甚至于到了黑性白性 都是性情尽故 那都是根本 大学兴起的性情尽故 因为这个文字很长 没想到说讲不完 但是后面很重要 佛说如是离诸细论 般若离去轮子法 以告金刚手 菩萨等言 金刚手就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 念念 深入 智子道场 那个心里面的掌握跟等持 那叫金刚手 你看到你心里面 有如实的掌握吗 你看到你心心之中 有如实的念念的受持吗 掌持吗 你要跟你念念心中的 如实受持 如实掌握之中 那叫金刚手菩萨 就类似于我们每天上课 唱那个卢相战 你每天唱卢相战 这个我好像讲过 你每天在那边拜 相云盖菩萨 相云盖菩萨在哪里 你要起请法界 所有一切相应该的信德 就在你在唱相战之时 他能够贯注 贯注弟子我心 什么为相 念念如实常熏为相 什么叫云 念念相佛 如实心性常永为云 常永为云 什么叫干 念念都在佛性之中 念念无疑 念念都在当下感受之中 从不从不有一欲 一意 叫干 就是遮在那里 遮就是如是遮户 如是遮户 叫干 愿我看到我心性之中 就有如是相云盖的赤诚 那个是我决心的菩萨像 也希望法界有如是 根本的如是智德 念念灌注于弟子习兄身心 让神让我在一切法中 看得到如是相云盖的智慧 你也念在心中的成就 那你真的就是唱相云盖 菩萨摩合萨 你要是唱的 你要看得到 你真正唱 唱叫口中心唱 你真的把你心中的韵律 唱起如是相云盖 那个相云盖最初就是你一些 相学的力量 那是你一些相学的导演 那是真善之事 那是大善之事 那叫菩萨摩合萨 你要会唱 我说会唱 不是你明天就好好学着旋律唱 我说你要真正口中心唱 你要会唱 所以那个金刚手也是 你看到如是菩萨 所以金刚手菩萨 等言就是如是受持 等所设一切 菩萨为德 看到金刚手菩萨 等一切如是如类 一切 这个受持的 为什么说这就很重要 你在很多大经都看到这一节 要相信 你要真正受持读诵修习 那你说那我在这个 无习论法如来之相怎么受持 你过去要读在这边 你说一切法无下遥远离 一切法无所着 一切法极尽用极灭骨 一切法无常信长无故 你就得把他背手都不叫受持 那你在哪里说受持 在哪里说受持 要懂得师父天天教你的发心 你要先随着祖师 先入广州 制止道场 天天要如是学 大众请合照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人生 谁从e 都首在 武朗道 父神 復兴awk ov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